前几天的五谷新星堂金纸铺大爆炸 也造成了严重死伤 非法的烟火到底从哪里来的 出现了重大的进展了 有一位万达烟火公司工作30年的元老 他可以说是关键的目击者 他向警方证实了说整车都是来自万达 五谷金纸铺422大爆炸当天 下午3点多也就是事发前几个小时 驾驶卢锦西开着大货车 来到万达烟火公司大门 警方调查其实卢锦西就是到万达的仓库搬货 15吨大货车装的满满满才离开 万达振信协理比路做了三次反复改口 现在有了重大突破 案发后台湾县消防局长坚称 万达厂区没有烟火短缺 也没有被移动横击 爆炸残留的隐性直管 标识和万达烟火不同 不过关键目击者万达的资深元老潘武 五郎说看见货车司机下车 把仓库箱子搬上推车 来来回回四趟 直到整辆货车装满才离开 推翻桃源县消防局的说辞 万达资深员工募集 证实新兴堂金纸铺爆炸烟火 的确整车都是来自万达烟火公司 重要证词重重赏了桃源县府消防局 一记而光 真新闻 徐志明代秋荣台北报道